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两天前跟西蒙斯党党魁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掀开大马跨党派合作的新篇章 尽管这份备忘录引发了不少争议 但是元首却是乐见其诚 并对实现跨党派合作感到十分满意 国家网工总管今天就发文告表示 元首希望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朝野双方能够马上结束这场政治动荡 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携手合作 除了元首 政府内部也纷纷唱好这一次的合作 武卿团长阿斯拉夫就认为 朝野签署谅解备忘录 不仅是开创了全新的政治文化 还可以有效的恢复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福祉 此外呢 伊斯兰党的能源部长达基尤丁 他也在推特发文 指签署协议之后 也就意味着打开了交朋友和软化对手的道路 但是马另一边乡跟西蒙 渐行渐远的明星党 却不是很满意西蒙跟政府签署备忘录了 明星党的主席沙菲毅 今天就在国会痛批 西蒙忘记了在野党的本分 还跟偷取民意委托的切子一起合作 他说啊 西蒙和明星党呢 在509大选之后赢下了执政权 但是如今却被人抢去了 而西蒙竟然忘记了这件事情 而且还跟对方合作 让他大跌眼镜 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我国正式开启历史性的跨党派合作 然而民星党主席沙菲毅 却对西蒙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举动 感到非常不满 并在国会提醒所有国家领袖和政治人物 搞清楚人生的价值 沙菲毅解释他之所以没有签署被忘录是因为要是政府失败的话 他也会背负相同的骂名 但他指出民星党不签备忘录不代表他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 相反的如果政府提出好的法案 他依然会全力支持 而有份与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随后则澄清签署备忘录并不会影响西蒙扮演在野党的角色 他强调如果政府做错事 作为在野党的他们必定会批评绝对不会妥协 我们两个人的尊重 叫,不,不,不 我们仍在拥不动 在肯定是比较假模 如果你们只能 condiciones 如果你们要出现 我们会继续 PDQ 到视频道的股票 在庄宇 入美国 在哪一家人的东西